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推动智慧机器人,偏乡也不能遗漏,中科管理局在花莲赈才地区学校举办2018 Fero Youth世界杯青少年机器人训练营,要让花莲的孩子也能对智慧机器人产生兴趣,进而组队参赛 中科管理局成功争取主办Fero世界杯智慧机器人运动大赛,为鼓励更多台湾队伍参赛,以偏乡及镇才地区学校为主要宣传及鼓励对象 已于6月2日至3日以及将于9日至10日,在花莲镇才地区学校举办2018 Fero Youth世界杯青少年机器人训练营,中科在复兴国小,中正国小与玉礼国中三所学校同时举办 此次花莲地区训练营是与花莲县政府教育处合作,由教育处交浪中心协助招生 共有花莲县19所中小学报名参加,约有90位师生参与,其中复兴国小、海兴国小、花岗国中、中正国小、华大复小与国峰国中都是遭受理阵灾害的学校 为了接轨国际,更邀请国外机器人专家担任活动教练,让参与学生充分体验国际竞赛 吸取国际经验,中科管理局表示,2018,Fero世界杯由中科主办,并结合台中市政府,高雄科技大学,冯甲大学,工研院,台湾机器人学会,成泰公司及中科产学训学会等产观学研资源,将于8月6日至11日在台中盛大举行 为期6天,预计会有超过800人来自十余国家的团队参赛 中科管理局将透过本次主办世界杯,接轨国际及促进国际团队交流 并于赛后安排国内外选手参访园区智慧机械产业 期望透过交流互动,从中东西智慧机器人的发展趋势与契机 以期为台湾开拓产业先机 期望透过交流互动,从中东西智慧机人的发展趋势与契机